大家好,我是乐乐妈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炸丸子非常好吃的做法 其实有很多朋友在炸丸子的时候 不是放淀粉,就是放面粉 这样是不对的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个正确的做法 保证炸出来的丸子外修里嫩 丸子一点也不需要 而且还特别的好吃 干吃特别的香 用来炖菜,炖汤都非常的不错 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一起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这里我准备了一小把香葱 我们切成葱花 可以切的稍微小一点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小块的生姜 切成薄片 再切成姜丝 最后切成姜末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几根香菜 切成香菜末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个家里面吃剩的白面馒头 掰成小块 放入料理机中 利用馒头碎来代替面粉 淀粉去砸丸子的话 不仅营养丰富 而且口感会更好 用面粉或是用淀粉的话 很多朋友都掌握不好度 然后还容易导致丸子吃起来很硬很干 口感不好味道不香 多加点馒头碎 炸出来的丸子酥脆好吃 做好的丸子更加的酥松 放上三四天都依然是酥脆的 不过馒头碎末尽量小一点哦 就像饰品中这样就很好 先放在一旁备用 接下来我们准备一块猪肉 尽量选择肥瘦相间的 像这样三分肥七分瘦的 做出来口感会更好 改刀成小块以后 放入料理机中 搅打两分钟 搅打成肉末以后 也取出装入大碗中 和肉馅放在一起 接下来再把刚才准备好的 所有配料放进来 戴上手套装拌均匀 使所有的食材均匀地融合 拌匀以后 往里边打入两个鸡蛋 再次下手搅拌均匀 加入两个鸡蛋 使丸子不至于太干 而且营养更加的丰富 口感也更好了 因为鸡蛋有嫩肉的作用 使肉丸子吃起来鲜嫩不彩 拌匀以后就可以开始调味了 往里边加入一下食盐 一点点生抽调味 小许的胡椒粉 胡香粉 再次下手搅拌均匀 使所有的食材均匀地入味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 关注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您的支持 肉馅搅拌均匀后 我们利用大拇指和食指的弧口 可以把肉馅团成一个个的小丸子 这样就可以了 现在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大小 取适量的肉馅团成肉丸就行 依次做好全部拌入盘中 先在小碗中打入一个鸡蛋 用筷子搅散开 然后把丸子一个个的放到蛋液中 裹上一圈 形成一层保护膜 这样丸子在炸的时候 才不会太稀有 口感才不油腻 依次做好全部放在一旁备用 接下来过中烧油 油温五层热 锅底起密集的小泡泡的状态 然后把准备好的丸子加入到锅中 并开中小火对丸子进行油炸 丸子在进行油炸的时候 记得用筷子推动丸子 让它受热均匀 把丸子炸到表面金黄即可 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八分钟 过程中不要一直开大火 不然丸子容易糊面 而中间不熟 更不要开小火 不然丸子会一直稀有 会太过油腻 把丸子炸至这样金黄油软就可以了 我们要给它控油捞出 装入盘中 带丸子晾制不烫熟以后 就可以直接食用了 特别酥香 不用淀粉也不用面粉 而是用馒头碎 这样丸子做出来 又酥又脆又好吃 关键是不吸油 炸好的丸子可以直接吃 也可以用来煮火锅吃 或者是煮汤吃 都是很不错的选择 大家看看 外酥里嫩的 特别的好吃 里面一点也不稀有 吃起来就不会有油腻腻的口感 非常适口 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美食视频 记得关注我哟 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乐乐妈 我们下个视频见 在这里 我们下来 我们下来 行 吃飯 吃飯 喜歡的麥克風 記得下輩 下次見下 拜拜